本期给您说说来北京自驾游方便吗 需要接受哪些规则 我攻略里说的自驾游的车是私驾轿车 非运营车辆及特种车辆 首先您要确定好自己的目标景点 如果您的目标景点都在二环以内 您是非金牌小轿车的话 您就别考虑自驾车了 因为二环以内非金牌的车 包括新能源车都是不能进的 有进京证你也进不了二环 一会说进京证 顺便说一下 外地牌照的摩托车不能进北京六环以内 以下还有二环内的热门景点 非金牌车都是不能到达的 这些热门景点地铁都很方便 有需要的您可以看我详细的北京地铁攻略 以及这些景点的公交攻略 那有人问了 我想去颐和园 圆明园 明池30 八德岭 牧田狱 环球影城 可以自驾车去吧 这些景点自驾车可以去 我都有自驾车的攻略 但是如果您只去其中的一两个地方 我建议您还是坐地铁乘专线车 或者乘地铁路就好了 真的不用自驾车去 其次北京自驾车非常拥堵 开车一到两个小时是一个正常现象 外地车板的车工作日高峰期间是进行的 而且北京市内的地铁公共交通发达 地铁是最快的交通工具了 打车都没地铁快 所以您坐公共交通反而更方便一些 北京停车也很难 不过好在每个景点我都有详细的停车工业 对您来说停车的难度算是解决了 但是停车费普遍在每小时8到10元 您还未必有车位 一天停车费大几十元是很正常的 如果您乱停车的话很容易被罚管 重则会被拖走 如果您同样是在交通拥堵的大城市 那您的接受程度会比较好一些 但如果您来自小城市 可能就不太好接受了 我不是歧视 只是客观的说实际的感受度 此外对外地拍照的车 进京有严格的限制 那我就详细说一下这些限制 您看是否能够接受 近北京是必须要办理进京证的 但不是强制性的禁止路内 就是被拍照罚款 进京证分六环以内和六环以外 六环以外的进京证全年不限次办理 每次有效期七天 您能去八道岭 明十三岭 北京野生动物园 中国航空博物馆 谭车四 机台四 以及京郊的大部分景点 但是您六环以内是不能进的 六环以外的通州区域也不能进 还有延庆城区的部分路段也不能进 不能进 也是不是强制性的禁止 而是会被罚款扣分 以下我要说的也是同样的逻辑 我就不过多强调了 六环以内的京证证是全年限办12次 每次有效期是七天 北京全域大部分的地区都可以去 但是二环以内 以及三环内的长安街是不能行驶的 只要您是外地牌照就不能进 另外在五环以内 含五环的主府路 顺意的部分路段 大兴的部分路段 工作日的早高峰 七十到九十 十七十到二十时 外地牌照车辆也是进行的 周六日和法定节二日不限行 五环以内含五环的主府路 在其他的时段 非上面说的这些时段 车辆需要执行与北京号牌车辆同样的伪号现行政策 其实您只要把车牌输入到导航以后 下载一个北京地图 一般导航都会有提示 虽然有以上这么多的限制 好像很死杂一样 实际在执行层面上 有导航提示您会好很多 到北京最下游 也不是说一点优点没有 不用考虑交通换乘的路线 上下车的问题 您跟着导航走就好了 如果是一大家的来北京 有老人孩子 尤其是带老人出行 有自驾车肯定会更方便一些 如果您觉得我的攻略对您有所帮助 请支持一下看看我的橱窗 我们下车前载一个前车并排 三点车并排 前车并排